深毒一分钟 你的健康深毒管 前列腺炎可分为急性前列腺炎和慢性前列腺炎 急性前列腺炎发病急 疼痛明显 病疼短 一般吃药就能搞定 慢性前列腺炎发病缓慢 隐隐作痛 最要命的就是反复发作 慢性前列腺炎又分为感染性和非感染性前列腺炎 被细菌 病毒 治元体 医元体这四个家伙玩坏的前列腺 就是得了感染性前列腺炎 但这种情况仅占慢性前列腺炎的5% 剩下的95%全是非感染性的 前列腺炎并不都是由细菌感染导致的 抗生素治疗有无区 药不对症可治不好病 我是细菌引起的前列腺炎 怎么治了抗生素也没用呢 有了前列腺的被膜保护 药物很难直接到达发炎的前列腺 这也是前列腺难治愈 易复发的一个原因呢 伤独是个宝 常看身体好